那今天很高興在這個場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台灣雅虎的e-commerce site 導入這個個人化搜尋的一個經驗 那我先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我是台灣雅虎的研發工程師 那我們的team是在台灣雅虎的一個叫science team 那它是一個非常精實又可愛的團隊 那我們主要的那個業務範圍就是 負責搜尋結果的優化 還有個人化以及推薦演算法的開發 那今天的大綱我會就是就這幾個大綱跟大家介紹 那其實個人化搜尋是搜尋經驗優化的一個手段 那我們會把就是從沒有個人化的搜尋經驗優化 一開始然後慢慢的前進 一直見到個人化的一些經驗跟大家分享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問題就是在做個人化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資料量會變得非常的龐大 因為對於每一個user進來的資料 你都必須要經過某一些計算 那這machine learning的演算法 怎麼樣在這個大量的資料上面去運行 然後去得到一個比較精準的排序結果 這個是我們今天面臨的challenge 然後最後我會跟大家說我們是用怎麼樣的一些開源工 去架構這個個人化的搜尋系統 這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好那先問一個問題就是說為什麼這個搜尋經驗的這個優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因為經過我們就是分析資料後發現呢 幾乎有70%的使用者他都會去用這個搜尋界面去找他想要的商品 然後如果說這個搜尋經驗非常的不好 比如說排在這個搜尋頁面上面的商品都很差 然後跟他搜尋的這個詞句其實八竿子打不到關係的話 他會做什麼事他會有一些比較對我們有忠誠度的用者 他會再繼續用分類的這些瀏覽繼續找 那他可能還會留在我們的站內去結帳 那第二種就是說他可能就跳走了 跑到外面的web search去找 那3號他還是有可能回來Yahoo這個網站 因為如果我們SEO做得好的話他會在前面 但是他也有可能去別的地方結帳 然後第三種就是真的非常sad他會直接去到我們的競品網站上去找 因為他們可能就認為說Yahoo沒有賣這個東西啊 跳走換別家 那我們的任務就是說 Oh please don't go 這個我們必須要就是去精進我們的這個搜尋功能 然後讓相關的商品能夠盡量浮現在第一頁或者是最前面的位置 然後讓使用者很快的去結帳 那昨天下午我聽說就是每一個投影片都要有一隻貓 所以我今天就放了這一隻這樣 好 然後 嗯 就現在來講古一下喔 就是說六年之前啊就是我們的搜尋引擎 其實算是一個就是剛起步要去優化的階段 那這個時候呢其實我們是用搜尋引擎的內建相關度去排去喔 那什麼叫內建相關度呢就是看這個搜尋的詞句 和你這個商品的一些標題和說明它的契合度是怎麼樣 那大概的演算法就是大概用一些TF IDF的waiting 然後加上Inner Product的分數 還有加上說這個搜尋字在文件中的位置 可能也有一些分數可以加全的 然後這個總的返回的這個分數就是成為排序的一個依據 那乍聽之下這樣其實並沒有什麼不對 嗯 因為Exign Match其實就是很直觀嘛 可是這樣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比方講說我們今天設了一個query叫做LV 那大部分的user在下LV這個搜尋詞句的時候 他心裡想的是什麼 他心裡想的是說我要找的是LV這個品牌的東西 所以說第一個商品其實就還蠻對勁的對不對 可是第二個商品的話它其實不是LV的東西 它是一個震撼貨包 但是它有LV風格 那這個東西在Exign Match的情況下 它並沒有辦法被區分出來 以至於呢 我們的搜尋結果其實可能不是那麼盡如人意 那這個就是用Exign Match出來的結果 它出來甚至不是包包 它有的時候甚至會出現翡翠 但是它是一個LV等級的免電域 它也會被這個LV找到 那使用者他看到這個結果 可能大部分的人 他就會覺得說這個真的是瞎爆了 然後就可能使用經驗上面不會這麼好 那我們看一下就是說 一般我們去衡量這個搜尋引擎的效能呢 它的有一個數字叫做點擊率 什麼叫點擊率呢 就是說一個模組在頁面出現的時候 使用者去點擊它的機率有多高 那我們看看這樣子的演算法出來的 這個結果會怎麼樣 第一個 第一個紅色的這個Bar 其實它是 它這個比例其實是分頁類的這個點擊率 然後呢 這個藍色的Bar 是搜尋結果的這點擊率 所以說在當時就是 在當年我們的點擊率 其實搜尋結果還比那個分頁要來的低很多 那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使用者很難在他進入第一頁的時候 找到他想要的東西 那當然這個是有非常大的這個改進的空間 那我們怎麼解決呢 那就帶到今天這個主題 叫做Machine Learn the Ranking 那這個是我從那個Wikipedia 摘錄下來一段話 那他主要說的是三件事情 就是這個Machine Learn the Ranking 它其實是一個Machine Learning的應用 然後我們給他的這個Training Data 就包含說搜尋 一些搜尋 還有他的返回的一些結果 然後我們對這些結果做一些評點 哪些結果是好的 哪些結果是不好的 再由這些Training Data 位進我們的那個Machine Learning的演算法 然後讓他去學怎麼去排序 那希望能夠盡量把好的結果擺在前面 不好的結果放到後面去 好 那具體來講是怎麼做的呢 今天假設我是搜尋一個LV好了 那我開始就會想啦 大部分使用者應該都會想說 我要找的是LV品牌的東西 而且我要找的是他的主流商品 比如說包包和皮夾 那所以說根據給訂這個四個結果呢 前面兩個就會被我們說成是好的結果 然後第三個他其實是一個積木疊疊樂 那他也是LV出品的東西喔 只是他並不是一個主流商品 那使用者在頁面看到這樣子的東西 他可能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但是他不會覺得印象非常的不好 所以會給他一個Fair的分數 那最後一個是一個Rolix的手錶 他到底哪一點跟LV有關係呢 他跟LV發生關係的這個點 就是在他的model name 這個116610LV 有一個LV 那如果說今天我Query這個LV出去 然後他出來這個手錶在前一頁的話 那肯定這個感覺是怪怪的 好 那再來一個 好 比如說我搜尋Coach的時候 那同理就是說包包類的商品 可能我們就把它認可成是一個好的結果 那香水在這個品牌裡面 可能沒有那麼有名嘛 所以是Fair 那最後一個就是一個Coach 領導學 那這個東西到底是好Fair還是不好呢 其實這個問題滿有趣的 就是這真的是不一定 就是以雅虎電商來講的話 我們書籍類的產品 可能不是一個那麼主力的產品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狀況下 可能會把它標成說 他其實並不是一個好結果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run的是一個網路書店 那可能這個東西就是對了 所以說這個答案的這個標記 其實是跟著各種不同的情況 會有所改變的 好 那 給定了這些標準答案之後 我們所謂的標準答案 然後就要去萃取這些 每筆資料的特徵值 那特徵值萃取出來之後 我們才能夠把它送到 機器學習裡面去做運行嘛 所以說給定了一個LV 然後給定了一個LV包包 那我們要怎麼去製造它的特徵 那最簡單的就是說 我們剛剛提過的第一個 你的 就是 就是直接去match這個query的自傳 還有它的標題和說明 那也有可能就是說 比如說你拿這些標題和說明中間很重要的關鍵字 當成它的一個特徵值 一起下去算 那可能還有一些其他的 那端看於說你怎麼去 測試你的這個答案是不是好 然後fair或者是不好 那有關於這些好不好 還有那個fair的評斷呢 都可以當作是特徵 那特徵值的選舉在machine learning裡面 又是另外一個就是技巧 那經過這樣子的一番努力之後呢 我們發現這個藍色的這個框框 好像長高了一點點這樣子 就是有一點進步 所以士氣大正 然後接下來 我們還可以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剛剛我們的那些 標準答案的標注啊 其實都是我們的專家 購物專家在背後在那邊標明的嘛 那這些人的意見是不是可以代表 就是大部分人的意見呢 可能有一點困難 因為他們人力是有限的 然後他們時間也是很寶貴的 所以說有一些好不好 這個是非常主觀的一個認定 然後再者是說 因為他們時間有限的關係 在我們有這麼多樣的產品的情況下 他可能沒有辦法騙擊每一種case 那有一些age case就會發現 發出很奇怪的結果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怎麼去 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就是讓使用者的資料告訴你說 可能正確答案有哪一些哦 比如說 我們現在就看的 不只是good bad還是fair 我們看的是有沒有很多人點 還是根本沒有人點 然後把這些點擊的資料呢 放到我們的機器學習的演算法裡面去做 好 好 那屬於就是說 一斤的資料剩於一兩的演算法嘛 所以加入這些使用者資料之後 好像這個藍色的吧又長高了那麼一點點這樣子 那可是我們真的就此滿意了嗎 其實不是哦 因為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滿好玩的現象 就是說假設你用大部分的使用者的行為 去排序你的搜尋結果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狀態 就是有沒有看到就是前面的這些結果都是折扣品 而且是下非常低的折扣 因為大家都喜歡折扣 所以也許有蠻多人都會說 哇好棒好多促銷 我要買這樣子 好 然後 可是有另外一些人他可能對於 就是流行他跟的比較緊的 他可能就會說啦 哎呦怎麼都是過季的 對 然後另外的人 這真的是小小聲啊 就是我真的是想找書啊 我不是想找包包這樣子 也是有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讓我們的排序 結果去 fulfill這麼diverse的需求呢 我們面臨的問題其實是一個這樣的問題 就是一樣一樣百樣的人 對 就是他可能常逛的類別是不一樣的 那比方講說Sony這個詞 他對於一個電玩重度使用者 他的意義可能是PS4 可是他對一般的人來說 可能一聽到他就想到是手機 對不對 然後他可能對某一些產品的特質是異常執著 比方講他就是要找日本進口的 那其他都不要 對 然後接受的價格帶也不一樣喔 比方講說有些人他可能會花很多的金錢 在camera上面 但是花很少的錢在衣服上 有些人是反過來 然後消費的這個習慣也不同 有些人就是你一定要試新品 比方Apple Watch出了我就一定要有1G 但是有些人他就會說我要等下一版 因為我要等大家的口碑 這樣對他來講是一個比較低風險的一個投資 然後最後一個我們最喜歡就是 就是他其實沒有什麼執著 他就是來看一下說大家喜歡什麼 他很容易被大家利益左右 那這樣的人就可以被我們前一個演算法去解決了 好 那如何去服務就是 這一些除了就是majority之外的這些使用者呢 其實我們要做的事情有以下幾個 第一個就是最基礎的建設就是商品的了解 那商品的了解是 有一些商品的資訊會在我們的那個Para database裡面 那有一些是結構性的資訊 有一些是非結構性的資訊 我們先從結構性的資訊開始 就是說我們必須要了解說 哪一些結構性的資訊 對哪一些類別的產品是重要的 比方講說對於手機來講 品牌可能很重要 然後螢幕的大小可能很重要 然後對鞋子來講呢 鞋的跟高可能很重要 它的款式可能很重要 這些重要的商品的標籤必須被萃取出來 然後非結構性的這些資訊呢 它講的是什麼 它講的是像風格 或者是產品的設計概念 這樣子的一類的東西 那它並沒有明確的一個定義 它可能也會隨著時間 就是有一些很大的變化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們並不是像一個標籤 就是1就是1 2就是2就可以拿得到 那需要一些topic mining之類的方法 去把它萃取出來 然後最後的話大概就是利用說 我們前面兩個 derived出來的一些資訊呢 為新進的商品貼標 當然我們貼標的這個目的是說 因為我們的商品資料 不是每一次都是非常乾淨的 那可能就是要做一些 tagging的動作 那有了這些商品資料的辨識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是 使用者的偏好推定 因為有商品資料之後 你其實可以用它的一些 就是使用的瀏覽紀錄啊 或者是購買紀錄 去知道說這個使用者 他喜歡什麼 那我們可以去做這個 非常單純的就是使用者紀錄的一個加總 去知道說它的點擊都落在哪一些特徵值上面 那也可以用一些就是協同過濾的方法去把一些信號沒有那麼多的使用者去猜測說他有哪一些興趣 最終的話就是說有了商品有了使用者的偏好 那我們就可以計算說每一個商品對每一個使用者他到底有多契合 然後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特徵值呢就可以去訓練這個排序模型 那我們是以User的這個點擊或購買當作一個訓練的target 那這個東西就可以轉化成一個回歸或者是分類的一個算法 好 那這個東西的挑戰在哪裡呢 就是其實列了四點以後 真正重要的東西就是巨量和即時 對就是我們在做排序模式訓練的這個訓練啊 其實它的複雜度是什麼呢 是搜尋的語句加上商品的數量成上使用者的到訪次 所以說它是一個非常巨量的一個資料處理 但是呢它在使用者進入這個搜尋頁面之後呢 我們必須要很快的去給它一些結果 你不能就是用一個超複雜的演算法 然後它就在那邊算算算 算完使用者都走了 所以這個就是它造訪的時候要給它一個很快的排序 其實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所以我們要怎麼樣設計我們的系統 第一個就是有兩個問題 是什麼東西可以先算 那可以先算好就要盡量預先算好 那比方說什麼呢 像是使用者的長期偏好啦 商品資訊啦 排序模式啦 那什麼一定要即時算 那個就是不得已你只好把它擺在即時算 但是它是盡量精簡 盡量好 那包括就是說你算出來這個ranking model 你都必須要考慮說它即時計算的複雜度 去做某些程度的簡化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背後先算的這一塊 所運用到的一些open source的stack 那我們的使用者行為和商品資訊 其實是建構在Hadoop的HDFS上面 然後中間的話中間到上層就是排序演算法的訓練呢 我們是用pig這個pig script來做一些集合的運算 那比較複雜的是machine learning的演算法 就是交給mahout或者是spark的mllib去算 或者你也可以自己寫 就是如果這兩個library沒有辦法滿足你的話 你可以自己在hadoop或者是spark這個平台上面 寫你自己的machine learning演算法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pig是什麼 pig就是一個data analyzing的tool on Hadoop這樣 然後它其實負責的東西是一個集合運算 然後它是一個很像sql的一個東西 所以你可以在它這個上面去執行一些filter啊 inner outer join啊 group by sort by這種比較基本的演算 然後這個pig這個framework它會把這個你寫的script 就是自動轉化成map reduce the job 所以它是可以scalable的 然後在pig自己的語法沒有支援的一些function 你可以自己去寫你自己的user define function 比方講說我今天想要做一個某一個column的variance 但是這個variance並沒有定義在seql的內建函數當中 你就可以自己寫一個 或者是你可以用一些streaming的技巧 把資料pipe到其他的程式裡面去做某一些處理 那這個東西就是語法會更活絡一些 因為pig本身它其實是沒有一個if else 也沒有for and while的control loop 所以它在撰寫這些演算法的時候其實有一點受限 但是也不要小看它啊 就是小兵也可以立大功 它其實也可以實作蠻複雜的演算法 如果這個演算法是可以變成集合運算的話 那我是看到一個就是某一個大學data mining的作業 它是要求學生用這個pig來寫plosi這個演算法 那plosi其實它是一個怎麼樣的過程呢 它其實是一個exploitation maximization的一個過程 也就是說它iteratively去猜測這個model所要的參數 然後最終最後等它收斂完你之後呢 這個結果就出來了 所以在每一個e-step和m-step 其實它要做的東西就是去算一些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基於一些別的conditional probability 那conditional probability其實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集合運算嘛 所以在e-step和m-step的這些算式 全部都可以用pig去做 然後外面再包一層shell script plosi就做完了 那我看到這個作業的時候其實就是有點驚呆了 就是從此就是不敢小看pig這樣子 那用pig寫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就是說它會自動幫你轉這個map reduce的job 那你可以不用去煩惱那些平行化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就是它的行數真的是大幅的減低了 如果這個東西是用map reduce的程式來寫的話 可能要兩三百行 可是pig來寫大概只要三五十行就可以解決了 那當然就是pig它本身也是有它自己的一些局限性在 所以說對於真正比較複雜的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呢 我們還是用可以處理machine learning的這些 toolkit來做 那如果三四年前你來看就是怎麼樣在大資料上面去做這個machine learning的話呢 你會查到就是最多人講的是mout 然後它是一個運行在hadoop上面的一個toolkit 但是近幾年來呢 越來越多的人他會說 MLLive才是最受歡迎的一個套件 它是運行在spark上面的 even連馬號這個就是沙場老將 他都已經漸漸的要跨到這個spark的平台上面了 那為什麼 因為spark在這個運行的速率上面有非常強勢的優勢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就是說 到底這個優勢在哪裡 我們先來看一下hadoop的這個架構 hadoop的架構其實就是說 在mapper去讀取這個實體檔案之後呢 他做了一些運算 然後之後呢 他會把這些運算的結果存在他的local storage裡面 然後reducer他要運算的時候 他就會用RPC的core去把這些運算的結果 從local storage再掉出來 然後算一算以後呢 再去丟到另外一個實體檔案裡面 那這個東西其實他的問題在哪裡 他問題就是說 他必須完成這個mapReduce的job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有很多很多次的IO 那IO其實相對於就是memory access是比較慢的嘛 所以說spark他做的事情就是說 他把中間運算的值都存在memory裡面 如果memory可以fit in的話 然後所以你可以看說有一些算法 他是需要iterative去計算的 你用在hadoop這個平台上面 你就必須一直做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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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但是你在那個spark假設memory夠的情況之下 你其實只要第一次算完之後 接下來就是memory的access 然後在一個interactive的contest底下的話 你也可以就是把這個結果算好一遍以後 然後讓他去處理各種不同的query 那你不用一個query就是做一次mapReduce的動作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方便的事情 那到底就是說這個平台的不同會怎麼去影響 影響這個演算法的設計喔 其實在馬浩德和那個spark 對於同一個big name下的演算法 他的實作其實是有一些差別 為什麼就是因為可能有一些算法 在這個hadoop的平台上 他並不是這麼的好 這麼好實作 或者實作出來他的效能可能不太好 對 那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叫做k-mins clustering 那k-mins clustering其實他講的就是說 要把這些一堆資料點分成k個 所以使用者他一開始要去指定說 我要k個這個cluster 然後我們去random pick這個k的centroid 然後pick完centroid之後呢 就每一個資料點去看說 我跟哪一個centroid最近 我就是哪一群 然後接下來最後呢 大家再對於每一群再重新計算這centroid 那假如說這個選擇碼收斂了 那就是完結 如果沒有收斂的話 就繼續回到這個最後兩個步驟重複再做 然後他的time complexity就是 就是跟這個資料的量 然後還有他的k 還有他的這個dimension 還有iteration是有關係的 這iteration出來之後 大家就可以預期就是說 在hadoop和spark的這個距離就出來了 因為一個iteration就是代表 很多個IO在hadoop的平台上面嘛 但是一個iteration對於spark 在很好的情況下他大概就是 只是一個memory的access 那我們可以看就是說 他到底是怎麼去平行化的齁 那這個平行化的方法就是說 我把這些centroid都replicate到各個mapper裡面去 然後每一個mapper他有一些資料 他自己去算說 他和這些centroid的最短距離 然後輸出到reducer的東西是什麼呢 是說這個每一個centroid的identifier 然後還有一些 還有就是歸屬在他下面的這些資料 然後在reducer裡面做的是什麼呢 是就是recalculate 這個hcentroid在hreducer 所以說在最後這兩個 就是倒數第二個框框 其實是他平行化的地方 那他降低的是什麼 他降低的就是那個n 就是說每一個mapper他只要負責就是 一部分的資料就好了 那這個始作其實是在馬浩和MLive都是一樣的 只是馬浩的效能他跟MLive比起來 就是差了一些 所以這個是我們還可以勉強接受的部分 那第二個比較不怎麼簡單的 其實也算是簡單啦 就是說一個例子就是logistic regression 那logistic regression 這個東西它其實time complexity 是dominated by這個資料的速度 資料的數目 為什麼 因為它是用一個叫做gradient descent的一個方法 算法去 iteratively接近它的最佳解 因為gradient descent它的算法 其實是要去 minimize這個error function error function的計算其實就牽涉到所有的資料點 所以它的複雜度會牽涉到所有的資料點 那在spark裡面呢 其實因為這個iteration對它來講不是個問題 所以它其實只是一個mapper 一個reducer 然後外面包一層iteration 就可以很輕鬆的實作這個算法了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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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在自己的implementation裡面 它沒有實作這個算法 它實作的是另外一個算法 就是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它就是說 這意思是什麼 它就是不要一次算全部 它一個一個資料點過來 然後去update它的weighting 那其實我們會覺得說 欸 好像有一點 有一點怪怪的 就是說 只有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這個最佳化的一個程序 是不是很ok 其實 這還算是可以接受 因為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它在很多情況下 它表現不會比這個上一個差 所以還蠻ok的 但是 就是心裡的感覺 感覺還是有一點點的小小的懷疑 那到最後一個case 叫decision tree decision tree其實是一個蠻 常常被用來做分類 預測或者是回歸預測的一個算法 那它算法的那個概要是什麼呢 就是它建了一個tree 然後每一個tree的節點上 都會有一個特徵值的判斷 假設你符合哪些條件 你就到下一個node 然後再去進行特徵值判斷 然後當你走到這個leave node的時候呢 其實你就得到你預測的答案 那它在算法 它在訓練的時候的模型是怎麼樣呢 它是說 對於一個node裡面呢 它去騙力說 所有這些資料的特徵值 哪一個特徵值可以很完美的 把這些node上面的資料切開 比方講說 在這個鐵達尼號上面 生存的這個使用者 和死亡的這個乘客 到底有哪一些特性 如果它是用gender可以一刀切開的話 那這個node就是一個gender 然後node就是一個 你是不是男性 那如果說 在下面這一個框框裡面 它已經覺得說 它這個信心度夠 它就把它當成一個結果 那另外的那個node 它就是recursive的在做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重點就是說 其實在decision tree的建構上面 你就是不斷的要去recursive的去試這些 試這些各種不同的特徵值 在很大量的資料上面 那在mlib裡面 它去做的一個實作方式呢 就是說我今天對於一個data partition呢 我就是自己去做自己特徵值的選取 然後最後在reducer裡面 aggregate起來 然後輸出這個node 它必須被切分的這個特徵值是什麼 但是在這個parallelizing的這個strategy 它並沒有在mahau裡面 做任何的implantation 為什麼呢 因為對於mahau來講說 這樣子的一個recursive的一個過程 是非常非常的非常費力的 然後它實作了什麼 它其實實作了一個叫random forest的原算法 random forest的原算法 它算法本身就是牽涉到說 它要sample一小部分的資料 然後去丟到decision tree裡面 然後我有n個decision tree裡面去做投票 所以每一個decision tree 它其實不用知道所有的那個資料 所以它的scalability的問題 可以稍微根據這個算法本身的特質 被減低了 但是這個東西並沒有辦法 就是解決它根本性的問題 所以其實mahau他自己也知道就是說 它有效能上的問題 所以它現在新開發的演算法 全部都是在spark上面 或者是在一些更新的這個 大資料演算的品牌上 那如果在這個hadoop上面的這些算法的話 除非是bug fixing 不然它不會接受任何的check in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這個machine learning toolkit 它其實是它的平台 然後它用的這個package 其實是變化非常快與時推移的 而且你在使用這些package的時候 可能要先留意一下就是說 到底它真正實作的這些特性到底是什麼 這樣才不會說 其實算出來一個結果 你覺得有點奇怪 可是你不知道是哪裡怪怪的 好 然後這是我們的serving layer 就是當我們的那個ranking model 都算完了之後呢 我們會從index裡面找出前top k 也就是用最基本的方法 用query和那個item之間的match程度 找出一些候選人之後 再過這個ranking model 然後在做這個排序的時候 我們也會同時去參照說 使用者的這一些偏好 然後結合這些排序的算式之後 給使用者一個結果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做serving的時候 所用的一個價格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好那這樣做完了以後 這樣做完了以後 到底結果是怎麼樣呢 其實我們一開始看到 就是這個趨勢的時候 其實有點嚇到 就是說 藍色的這個棒好像剛剛有長高一點 對不對 辛苦拉把他長大 但是他現在又矮下去了 就是 真的是驚呆了 然後 但是但是其實這個 這個點擊率並不是 觀察一個搜尋排序結果 唯一的數據 其實我們有去 有再去看其他的數字 那我們發現到一個 還蠻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他的轉化率 還有他generate出來的這個revenue 其實是有提升的 對 而且實際上就是說 在這個 user在head到這個search頁面 到他去結帳的這個部數 其實是有變少的 所以說個人化可能 真的他會給使用者就是 比較快的去 比較快的去找到他喜歡的東西 他就不用一直點 所以clisal rate 稍稍的有一點下降這樣 好 那今天已經那個40分了 所以 我有一些東西就不講了 那大概就是說 其實個人化搜尋在雅虎這邊 還算是一個非常年輕的一個project 那我們繼續也是 希望能夠讓這個雅虎的商品搜尋 成為通網結帳的一個特快車 那今天就在我的報告到此結束 那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M的分享 那 對 有沒有問題 要問我們這個搜尋大使 不要講大使 真的 我覺得這個 這個經驗分享很有趣 就是我們看到很多的案例 這樣 對 就我平常用也不知道 其實我的搜尋被做了這麼多手腳 好 有沒有問題 在那邊 你可以按一下那個麥克風 有個按鈕 你好 就是 剛好你剛好挑過一個我想問的問題 就是 你要怎麼去 就是使用者他可能在買的時候 他就是 買完之後他就不想要 就是他的短期片 他可能很快就會改變 那你要怎麼避免這個狀況 就是 在他購買之後還一直推薦一樣的東西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說 就是 現在其實有很多商品它的標題 就是大家會非常聳動 所以很多user就會一直點進去 那 你的剛剛的那個training 有一個就是 看那個使用者的點擊數量 那這樣會不會造成一個就是 呃 大家一窩蜂全部有進去 然後就造成一個錯誤的推薦這樣子 麻煩你 非常好的問題 這兩個問題都 滿好的 那 那關就是 其實我有準備 就是第一個問題的答案 就是說 因為其實 大家看到 上一個 就是上一堆投影片以後 一定會覺得說 這方法也有點弱弱的 因為 它並沒有辦法 catch up的就是 使用者的短期行為 那使用者的短期行為 那使用者的短期行為 其實是 呃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喔 那 那 你如果要去支撐這一個系統的話 其實我們 在這個 呃 就是open source的 領域裡面 也有一個非常知名的 軟體計畫叫做Storm 那事實上 Storm它就是一個 scalable 然後fault tolerant 而且 它可以做pipelining的一個 一個架構 那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說 它可以在非常非常快的 時間內去反映一個使用者 到底它的行為是什麼 比方講說 你剛剛講的 它已經買了 對不對 那它買了以後 它可以送一個訊號到 嗯 我們的server site 然後我們知道它買了之後 就把它在使用者偏好 這一個列表裡面 扣掉一些東西 那它可能就不要一直在看說 我已經買過我的東西 推給我是幹嘛 是說還有更便宜的 讓我後悔嗎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 一個未來方向這樣子 然後 嗯 這是第一個問題嘛 然後第二個問題 其實你講的是一個 嗯 標題的spamming的問題 就是說 我今天為了騙點機率 所以我 就是 刻意把這個標題寫得 好厲害的樣子 甚至有一些人 他為了bet我們的那個seo 他可能就會 把他的標題寫成 呃 非什麼 非什麼 比如說非iphone 非 非assus 非什麼 然後當使用者 點 就是query assus 和iphone的時候 他就 這個商品就跳出來 然後寫是非iphone 就很傻眼啊 因為 因為根本就是 不是那麼一回事的東西 你這樣寫 那這個東西就是變成說 我們必須要去把這些標題 做一些 嗯 spamming的這個 認 就是 recognition 讓它 讓它有這種意圖的商品 你不要這麼快去得逞這樣子 嗯 好 欸剛剛好看 上面有個 那個白衣服的白先生 欸不好意思喔 我想問一下就是 因為其實剛剛講到Stone這個東西嘛 那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是 算是在玩這個東西的 對 那我們現在有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欸 欸 資料累積的速度 就是快於 model可以train出來的速度 對 那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遇到 就是比如說 我們現在用Streaming的一個 我們要用Streaming的方法 就train一個model 但是你要知道 融入的速度實在是 就比如說我可能train 就是我有一個禮拜的資料對不對 然後我可能train一個model 我可能要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才可以把這一個禮拜的資料 把它train成一個model 所以說 所以就變成 你知道你的model 稍掉資料的速度 會跟不上你資料進來的速度 對 那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遇到這個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是比較engineering一點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像比如說 處理這種大資料的東西 那我會presume就是說 就是 就training跟prediction這部分 肯定是分開 那今天其實比較 著墨多一點是在 training這個地方 對 那我想要問的是說 呃 你們在把 training train出來這個model 然後把它deploy到 因為 deploy到要prediction的那個系統 這個部分你們是 就Yahoo!在裡面是怎麼做這件事情的 謝謝 OK 第一個問題其實蠻好的問題 就是說 當然是有遇到過 我們在做那個 在做那個 style的 style的extraction的時候 其實就遇到過 它怎麼算都算不出來 然後算了一個禮拜之後 它跟你說它out of memory 這個東西就是還蠻frustrating的 所以其實我在 在剛剛的slide裡面有講 就是 有稍微提到就是說 其實你不能夠很blind的去用這些套件 你可能要知道說 你要怎麼去調它 它才會 行為是對的 對 有的時候我們是真的會 實際去調這個code 那有時候只是要改一些 map reduce的configuration 讓它更快 但是 但是 大部分的經驗是說 如果今天這個事情已經發生了 那你rap reduce 調這些參數的這個效果 可能都 有一點它的限制 那 最後還是要回到你去看這個code 然後去稍微調整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嗯 好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deployment的問題啊 就是CICD的問題 這個的確是一個好問題 因為predition model 它其實沒有辦法去做一個很好的functional test 你怎麼知道說 這組答案對他來對 對這個人就不對 這個 尤其是個人化系統更麻煩了 就是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那怎麼樣叫做對 其實這是一個問號 對 所以 我們在把這個model丟出去之前 其實都會經過一個肉眼的檢測 然後去看他說 到底有沒有 真的很不對勁的地方 找個二三十個人來 每一個人去cosplay一下 然後看說這個結果 到底是不是ok的 然後ok了之後 我們才去 就是走這個CICD的pipe 9 把它推上去 但是當然就是 它的functional test 可能就只有檢查結果有沒有出來 然後它的performance 到底有沒有命得到它給定的SLA裡面 好 非常精采的討論 那我們時間有限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 我們可以來現場賭獎者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次感謝這個M帶來今天台的演講 probably 這是我的 老媳吧 確定 可以át 我們 才能